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Namo 本师释迦摩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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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愿解如来真实意 好,请放长 我现在还没开播 好 那等一下,我先讲些话 我讲几句话就好 等一下,我们就进入正题 这个 我们学习佛法 好 我是勉励大家要做 佛教徒 不要做佛教学者 那这怎么说呢 做佛教徒啊 就是 进入佛门 有佛门的规矩 礼貌 戒律 啊 等等 要知道 要清楚 然后要能遵守 那这遵守的 原因 目的 都是为了使命 都是为了使命 能够修行 能够修行 啊 例如说 对于 身重的尊重 恭敬 然后呢 我们 比丘 比丘 比丘尼 戴佛宣化 毁行坏色 然后呢 替法染衣 还有这个清静的 床向 这个就是要请诸位啊 要能够恭敬尊重 那我们出家的必丘 比丘尼也不断的在 往上增长 学习 努力 和修行 所以 一个时代的佛教 大家各司其职啊 出家人扮演助持 的角色 在家人扮演护法的角色 修行呢 不论出家在家都要修行 但是呢 要使整个佛教啊 在这个时代能够 弘扬发展 出家在家都有 不可磨灭的责任 啊 如果说你当佛教学者 不是佛教徒的话 也不知道公敬三宝 也不 到寺院 合掌也不合 磕头也不磕 甚至烧香也不烧 这些都有背后的宗教意义 文化意义 甚至调伏我们烦恼 使用我们谦卑的意义 那这样学习佛法 就完全没有用 更甚者 在佛教单位领 现在还没有开始录 在佛教单位啊 上班 领佛教的钱啊 最后做出 奸淫之事 那是更不可取 好,这是第一个 他说,第二个 他说,期望诸位 所学习到的佛法 要能够啊 用之来修行 不是听听课 就好了 不是听讲而已 那我们知道 我们能学到这样子 甚深为妙的佛法 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偶然啊 像诸位在这里听中论 要来讲中论 从头讲到尾 要讲的生动 理路清晰 那两岸三地 这这样的法师很少啊 五个人都不到 我跟诸位讲真的 在杭州佛学院 他们说很希望我去教 但是我年纪太大 他们不要 所以诸位在这里学习 要能发用 要能用之于修行啊 如果说来听听课 回去 就这样放着 那就很可惜了 好 那就打开 我把那个讲义啊弄一弄啊 弄一弄啊 好 现在正在打开 我们是要交 要关灯吗 要关一下 谢谢 关于说 关本祭品的这个 上周的主旨啊 也都跟主委说过了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今天我们可能 会把关本祭品 讲完 因为他只有八个送 甚至我们会讲到 这个 哪一瓶啊 他的下一瓶 啊 呃 官苦品 中论一共是27品 那么中论有一些 基本思想 跟大家说 像中论他论到 到底有没有我呢 到底有没有这个 这个我 那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我 都是什么 犯我 神怒我的思想 这个 就西洋哲学来上 这是本体论的说法 这本体论 就是说对于一切 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一切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那你必须给予一个说明 什么样的说明 根源性的说明 那么在西方哲学呢 就说哦 那这一切的根源由来 是根源于谁啊 根源于谁 根源上帝 上帝造了一切 是不是 这是本体论或存有论式的说明 但是佛法有没有讲本体论存有论 完全没有这回事哈 佛法讲的是缘起 一切法 无始无终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然后因为众生所造的业 我们不断的轮回着 起祸而造业 因为我们有烦恼 起祸而造业 实际我们不断的在这个 因为我们自己所造的业 而流转于生死 轮回 没有所谓的 本体论 或是存有论的问题 如果说有本体论存有论 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过错 归结于是谁的杰作啊 是上帝的杰作 那佛法不是这样 佛法是 自己开展 而自我醒察 自我觉醒的宗教 跟其他宗教不一样 所以你要自己修行啊 讀了书要能够 认真修行 那诸位 那诸位讲到修行 那大家就是想 先要有修行的形式和方法 那诸位在家有没有做早晚课 有没有 有 许居士 许居士 也有啊 不过就是有啊 那那很不错啊 做早晚课或做定课 或是你一天呢 至少抽出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这样心沉静下来 自我观察 醒察 反省 那佛法是 自觉的宗教 自己要觉悟 不是错误推给别人啊 错误推给别人 自己就永远没有成长的机会 那都是说别人错 都是别人对我不好 曾经有一些法师他们 讲解佛法的时候 是会用比较诽谐的方式 就说哎呀 太太外遇或先生外遇 那怎么办 把太太或先生当做什么 他们出去旅游 或是去出租 你在家可以清闲 这是一种比较通俗性的 诙谐性的说法 是暂时缓解 你内心的愤恨啊 贪嗔是烦恼 但是我们说一个事件的造成 绝对不是单一偶发的原因啊 都是众多因缘聚合 所成 所以今天如果先生会外遇 太太会外遇啊 我认为双方都要检讨 然后共同找出这个问题的增结 然后 延续 对于 夫妻 夫妻的生活 然后家庭还能和乐 那家庭和乐呢 对于说 文化 传选啊 传递啊 存续啊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家族的血脉延续 才会有稳定性的帮助发展啊 如果说都是单纯的怪对方 我认为 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那有的太太怪先生外遇 就是好啊 那就离婚 离婚了 那 究竟来说 会有比较好吗 但是有的反问说不离婚 那 就能够解决问题吗 当然 如果说 像有的 家庭最近辅导一些案例 有家暴的 那先生 对太太家暴 他太太都一直隐忍 最后终于 爆发 太太就杀了先生 那法院呢 你要判他死刑吗 这其实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那我这个 案例的凸显 凸显了什么 我们社会局的功能 不健全 我们的这个什么 警察的申报系统 做的不够 那夫妻之间的 对话 或者是彼此之间的旗见执着 都不能坐下来谈 然后再说明一点 那你明明知道对方会有这样的倾向 为什么当初还跟他结婚 这不是怪别人呢 那怪自己 所以学习佛法呢 尤其学行中 学习这样的缘起之法 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多 多角度来审视一件事情 就好像我们现在讲关本祭品 我都讲的都忘记 那什么是本汉记 我们上周啊 已经有给周围说过 什么是本汉记 大家可不可以 告诉我一下什么是本汉记 好 我们看本季 本季是什么意思 本就是从以前 他有一个根据 根本 事物为什么发生的源头 称之为本季呢 边缘 例如说 大海 大海的边缘是什么 就是上岸 不管是沙岸或是沿岸 是不是 那就是他有编 我们称之为季 好 那本季之意 就是呢 按照应孙长老的说法 就是死与终 到底人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死了是不是就结束 这一期生命 结束了 是不是一了百了 这是我们要讲的本季 这是我们要讲的本季 那么 更这个 在另外一个本子 他直接就是说什么叫做观本季 观察轮回的开始与终了结束 轮回的开始与终了结束 那请问大家轮回有死和终吗 好 大家都说没有 为什么没有 好 我们现在要探讨 什么是开始 什么是结束 仔细听好 仔细听啊 什么是开始 意味着 从无到有 就称之为开始 那轮回 我们不断的在生死流转之中 我们不断的在重复 我们做过错误的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错误的事情 不断的发生 自己也不知道 这就是叫轮回啊 那他有开始有结束吗 老实说无始无终 好比说喜欢赌博的人 你跟他说 你不要赌博 你要戒赌 但是他说 我愿意戒赌啊 但是就是戒不掉 那请他回忆追溯 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赌博的 他说哎呀小时候啊 看到路边人家在打香肠 大家有没有去打过香肠 路边不是有的小贩要打蛋竹吗 然后赢了 就给你一个香肠塞一块大蒜 有没有 许居士有没有过 或是 在那怕红啊飘 有哦 你们没有童年啊 看人家玩过啊 好像现在乡下都没有这个了 OK他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他就哎 开开起了他喜欢赌博 这是一个顿词 其实 一直往下追溯 他的爸爸妈妈 叔叔伯伯或者他亲属之中一定有人喜欢赌博 主播然后给他启发 给他启发啊 他就尤其外省人来到台湾 就喜欢戳几圈麻将 我爸爸最喜欢打麻将 然后呢各种赌具都很精通 所以我们 一生我们房子都是租的 没有自己房子 我妈妈就对这个很 戒慎恐惧 就规定我们小孩 小朋友 你们以后谁学赌博 回来我们把你们双手双脚剁掉 这当然是恐吓之词 当母亲的会不会真的剁自己双手双脚 不不 剁自己小孩的双手双脚 当然是希望诸位 不要去赌博 但是赌信呢 你没有赌博的行为 但是呢 你还是有赌信 这要从根本上来 禁绝 那就要透过修行啊 所以我哥哥 我妹妹虽然没有赌博 但他们赌信还是很坚强 我妹妹欠卡在欠二十几万 哥哥呢 喜欢占人家小便宜 这都是笃信 所以要从根本上禁绝 那不容易 这就是说明了 众生因为他的执着 烦恼 使我们这样 无始无终的这样轮回 那我们就要观察这个轮回的始终 到底有没有始和终 开始或结束 轮回究竟是什么样子 什么意思 那我们如何从轮回之中来超越 跳脱 该怎么做 这是这一品 所以应顺长老 好 这里说 众生的生死流 只见这个生死流 一直奔放不已啊 你说从原初从何而来找不到 什么时候会结束 你也找不到 所以这个本季可以说 有几个方面来讲 第一个人的生命 第二个宇宙的形成到崩结 人家说宇宙怎么形成呢 那到底什么是宇宙 四方上下还有时间空间 这称之为宇宙 这称之为宇宙 知不知道 但我们所知道的宇宙大概就是 无穷无尽的时间和空间 像是银河系 和太阳系 和太阳系 那我们太阳系九大行星 只是在整个我们这个银河系的 边锤地带的左旋背 左旋背的边锤地带 那你说好从这边开始我们做 星际旅行 要到银河系中心 不知道要几千几百万光年了 不知道 所以在整个银河系当中 像太阳系这样子的 恒星系统 不知凡几 几千亿都不止 那你说这个宇宙是怎么形成 这个世界怎么形成 其实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好这是本季之意 好再来 最后结论 归之于 无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永远不可得 找寻这个最初的 最早的 开始 找不到 佛法是否认第一因的 所以根据这个 我们说轮回的主体 是不是在于我们的灵魂或神事 佛法不谈这个 所以为什么会轮回 关乎于你自己所造的业 是由于你自己造的业而轮回 造善业 轮回于什么 三善道 三善道 人间天上 阿修罗 造恶业 或是极重的恶业 轮回于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 造净土之业 那就怎么样 往生西方净土 等等这些 否认第一因 是因为都是由于你自己所造的业 而不是像西洋哲学或是西方 耶稣宗教或者是回 伊斯兰教 这都是把 这一切归于上帝 好 所以 在这里结 结论就说这是无始 好那开始解释什么是无始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但是这个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又到底是怎么说法 应孙长老这里说 无始 是有因的意义 如果说有始 那么最初的就非因缘所生 也就是说无始呢 才能 讲述 因缘所生的一切诸法 如果你讲有始 那就是有第一因哦 那就不能合于缘其法 有的人认为无始就是没有原始 就没有开始了 但又有的说无始就是有始 因为无有始于此者 所以名为无始 这可以说是呢 这可以说是呢 他说佛法中 的别解 好 接下来 但是佛为什么不说本祭 有人问说 又以本祭来问佛 佛何则不答复 那什么是本祭 就有人问佛啊 世界到底有边没边啊 那山有多 天有多高啊 地有多深啊 等等这些十四无忌的问题 佛何则不回答 那佛为什么不说 本祭不可得啊 那本祭不可得 生死本祭不可得 才能 正确的论说 人其无自信的 之理啊 如果你说有生死 有本祭 生死有本祭 那这个生死就是实际的存在哦 那这是不合乎缘其法 这不合乎缘其法 所以说 外人提出本祭不可得 其实 外道说的本祭不可得 最后归类于上帝 或是一神 来救赎 但是龙树菩萨说 就本祭不可得 来说 其实是缘其无自信 本性空疾 本性空疾 这是 这一品的钢药 好 讲到这有没有问题 讲到这有没有问题 好没有问题 我们就来看 大圣之所说 本祭不可得 生死无有始 亦复无有终 若无有始终 终 当云何有 啊 这个第一送 是开宗民意 就是论述这一品的 宗旨 所以说 中论呢 他也是由 自己的忠心思想的 并不是完全的指迫不利啊 啊 不是哦 那本 本章的论证 本品的论证是这样 第一个 先告诉你 生死轮回 无始无终 请注意哈 生死轮回 无始无终 第二 既然生死轮回 无始无终 所以他有没有存在着 中间 的可能 没有 这个是这样哈 我们说有始有终 这是开始齁 我们说有始 终 终呢 结束 所以说始和终的中间 他说有一个终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现在 没有始也没有终 无始 就是 无终 就是无本啊 无终 那他还会不会有终呢 他连头尾都没有 怎么还会有中间 所以 没有中 好 第一瓶 不这一瓶的第一 第一送到第二送的上半部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啊 无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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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 中间的这个 存在性 也没有中间的存在性 好 可以不可以 他都是一直在轮转不停的 就像人的生命 人的生命啊 从负金母血接触的那一刻 成为开包受精卵 之后 我们因业力而适来入胎 在那一刹挪 我们逐渐的 开包成型 母亲十月怀胎 我们生下 不断的在成长 有没有所谓的 诶 成长到一部分 停顿下来 然后停顿一段时间 再继续成长 没有啊 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继续 所以我们不断的在成长 我们也不断的在 生长 我们这一期的生命 也不断的 一点一滴的在 往死亡的路上走 但是我以前说过啊 死是生的开始 这个是一个很调毁的事情 死 他也是开始 他也是结束 生呢 也是开始 也是结束 只是说 我们生开始的时候 然后 那我们会往死之这边走 生是死的 开始 死是生的什么 结束 对不对 但是死呢 这一期生命结束了 到死 然后他又是另一期生命的开始 所以 这样子怎么会有 开始或结束 怎么会有死有终呢 当然就是无死无终 我们现在这一期生命结束了 但是我们 会换另外一种 形式继续延续 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业继续 轮回 流转到下一个 下一期生命 那有人说那既然如此 那是不是 每一个事体 每一分生命 都有局限性 不然的话 因为为什么现在人口越来越多 蛤 难道一个人会 分生吗 注意听啊 重点啊 为什么现在人口越来越多 哦 那他只有讲到人道 他没有讲到其他道 因为他的因缘结束了 转生来人道 是不是 所以说人道 众生越来越多 那你说那其他道是不是 其他道的众生越来越少 也不会 会有其他道去补充 这个说到这个轮回 三界六道只是很奇妙 这个 有很多感应事情 是不是 大家有没有听过 在金门的有借私还文的故事 没有听到没有 没有 没有 那网路上一查就有 还有的是 有人 前一生是做猪的 他 还 清清楚楚知道他前一次 是 当猪被杀的 那时候念了一句话 他就立刻转身变了 但是他的手臂 那一块都是猪皮 那那一块手臂都不敢给人家看 等等類似这样的事 还有有的 小朋友 为什么一生下来 不多久就 天之聪颖过 牧场送 那不是他这一生 带来的啊 不是这一生 学习 那是过去神带来的 那你过去是 做过出家人 你这一世 但是碰到佛门的任何事情 你都会有一种熟悉感 在佛门中的事情 一学就会 一会就尽 那都是讲到有前世今生的 但是这些都是缘期齁 那些都是缘期齁 好 所以我们讲 讲到这一送 乃至下一送的上半是怎样 可以不可以 好来 所以在应顺长老的科判啊 他这科 就是第一个 观察生死无忌 生死没有编辑啊 生死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你不可能说开始和结束 同时发生啊 说我我正在 又生又死 没有 好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想 所以这里生死无本计 不可能生死同时 就好像因果不可能同时一样 是不是 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 我一个人可以身兼多种身份 但是这是缘起之故 啊 在家的居室 那有的 又是父亲 对不对 又是丈夫 是不是 又是儿子 对不对 又是公司的员工 是不是 啊 又是 是 这个寺院的信徒 那你一人身兼多种身份 是不是 在不同的场域 不同的身份 对不对 啊 这都是缘起之理 这是缘起啊 那这个说一说就讲到 学者的事情 很多学者 学习很多经论 但是他不信佛 那这就是矛盾了 因为你所学习的这些经论 都是佛菩萨 把圣人所说 那你说好 我学习这些 但是呢 我并不信仰他们 那你就没有办法从经论 之中 你得到信心 那能调伏烦恼 所以他们的烦恼深重 习气 业力依然依旧故 这样的学者我看的不知凡几 太多了 这就是一件吊诡的事情 那考察佛学研究呢 是近一两百年来才形成的事情 那是因为啊 基督宗教的国家 想要侵略他国 所以才研究 这一国的文化历史 乃至宗教 佛学研究 研究起因的造势是这样来的 大家了解吗 好我就说到这 所以这第一宋给诸位介绍 第二宋上半部 所以说本季不可得中间也不可得 那我们看看英顺长老解说啊 他是说 生与死是生命的推移 是不能离却时间相 所谓不能离却时间相 就是时间呢 不断的在变化千流 你不可能啊 暂存或者是暂住啊 不可能啊 所以有生死必然 必然一端是生一端是死 但是生与死呢 哪个是开始哪个是结束 都不确定 生也是开始也是结束 死也是开始也是结束 是不是 所以世尊说生死没有死 这不断 这不但指出了 时间的矛盾性 也显示生死的实性空 呃这个 所谓生死的实性空 也就是说啊 生与死 其实都是实相 是空性 是缘起的 啊 所以最后始终的究竟就是无始无终 不可解答啊 好后半诵 呃第二诵的后半诵 第一诵的这个白话解释也讲了 那第二诵的后半诵讲的是什么 事故于此中 先后共亦无 什么意思呢 实与中 还有中间都不可得 也就是说 先后同时不可得 对于一切有情生死 乃至无情 众原所生的一切万物 啊 不是先有这个再有那个 都是此有故彼有啊 此生故彼生 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业 伴随着产生啊 是缘起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 没有先 没有后 也没有先后共同发生 这说明了没有始没有终也没有中间啊 中间就是哎 好像有始有终同时发生的不是啊 都不对 好这是前二诵 好 有没有问题 在这个 吴鲁君教授的 榕树中论的哲学解读啊 那就是 几乎就是白话解释 他这里面没有什么哲学性 那么 我们继续啊 所以说这里呢 他说只有获得解脱 然后觉悟到一切都是空性 那一切是缘起 超越始终的极限 然后到达涅槃 才能 从六道轮回中解脱 所以说 刚刚那个习师兄在说 就是说 我们人 现在就寿命 实际的寿命是我们现在因为医邪 医邪的发展 所以我们寿命多有延长 但是在我们活法来讲 我们的结束 我们这个结 这个结起 是说我们 生命 没有如以前 那么长 是我们越来越多 这个就是 这个中间就是有点矛盾 那 那这个 我的认 我的看法是说 终究我们人 我们还是在这个 时间点的一个很小点 所以我们的认知 没办法去 以我们的认知断定 好 我大概知道这个意思 我先回答一下 先不开 嗯 徐居士说的 说 在过去诸佛 所教化的时候 那边 那时候 有些 那人啊 寿命都很长 一节啊 两节啊 但是我们现在 寿命只有百岁 是不是 这有分两点不同 第一个 空间不同 他不是在我们这个说佛世界啊 或许是在过去的世界 不同的时空 和他寿命很长 第二 即便是在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看起来好像现在的寿命增长 是不是 根据以前 以前我们说人生70 古来西啊 现在是人生70才开始啊 甚至在古时候 大家的寿命 活到六十几岁 就差不多了 那你说 哎 现在的医学发达 那我们的寿命延长 那不是 一种反论吗 那其实不是啊 你要用很多方式来看 第一个 刚刚回到 第一个所说的 是不是同样的时空 第二个 是不是 同样的因缘 老实说啊 如果说拿我们现在的 本拿过去古时候的这种医疗设施水准 拿到现在来 我们死得更快啊 是不是 人这么多 啊 这个瘟疫这么多 是不是 还有人的斗争心也这么强 那我们是不是死得更多更快 寿命更短促 好了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医学进步 那你说 这这这 这讲起来还是缘起啊 那众生造福啊 所以医学进步 然后这个 众生造福死定医学进步 然后死定我们寿命延长 这 这还是因果关系 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解释 就是寿命延长或缩短与否 我们坦白说 我们就实际上来说 因为我有个学妹她是在 她以前是高一大护理系的 她后来也出家 那我又问她 那你在医院辅导病人 安宁疗护 她们有比较快乐吗 她们最后这一段是 是寿命走的真的是 有尊严吗 还是只是肉体上得到 舒缓 答不出来 我们寿命的延续 根据各种医疗器材 我们真的是 我们所得 所需要 这个什么 满足的一切 我们满足吗 其实是痛苦的延伸而已啊 多半都是 但是 我母亲是肺腺癌 往生 发现的时候 就已经转移脑部 那时候医生宣判 就是三个月 我们尽全力抢救 吃标靶药物啊 做光子刀疗法 静脉注射化疗 就希望我母亲能延长寿命 让她能够修行 最后安然过世 就是说 不要啊 突如其来的 让这种病情打击到她 让她能够有准备去迎接 往生 但很遗憾我母亲 她并没有把握最后这段时间 她最后不太修行 就过一天算一天 就拖了三年多 最后往生前几个月 再去照 头部的CT skin 癌细胞全部布满蜘蛛膜 我一看那个 我看没救 但是很无良的医院 现在没有在录影 很无良的医院就说 法师还有最后一招 可以让你母亲生命延长三个月到半年 二十万做 咖玛刀的治疗 我说那是增加痛苦而已 但底下那句话我是没有讲出来 你医院难道就是只为了赚钱 而已吗 那家医院 是中和地区的大的教学医院 知不知道哪一家 那家叫双和医院 非常糟糕 台北医学大学委托经营 哦对对对对 讲臭了讲臭了 那 但是说来 北医大培育出来的学生真的是 虽然医术不错 也唯利是图 这是他们学校的特色 真不可取 那我母亲就接回来 到私人疗养院 两个月之内就在 睡梦之中 停止呼吸 那我觉得最后他生活就是没有品质 他没有 神智清醒 那我觉得这样子延长寿命 又有什么 可喜可贺 那最近 赵绍康的母亲 也是肺腺癌 症状跟我妈妈几乎一模一样 他也是撑了三年多 那最后 赵绍康决定 不做任何侵入性的治疗 不插管 不电击 就最后让他死的有尊严 那他母亲最后交代完一切事情 然后打盐酸马飞 让他支撑了这身体 最后生命走到那一刻 中疗 但他妈妈是高瘦 好像是 八十几来九十岁 所以我们 深刻的来思考生死的问题 你究竟是要选择 哪一种死亡方式呢 你能不能将这死亡的权力 紧紧的捉在手里 而不让别人摆布呢 那就是游烂于你平时的修行啊 你不要 说这个到时候再请道士和尚来念经祝念 那都没效啦 道生法师 这是 纠摩罗什 门下的四大三论中将 道生法师 他那时候提出一场题都能够成佛 就当时所有的人都说他邪知邪见 他奋而 立下誓言 如果我说的没有错 愿我往生之时 拒狮子做 讲经说法不错 拒狮子做 这是什么意思 就他死在讲台上 死在讲台的前一刻还在讲经 最后果然他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真是有羞有正的人 那我想我我希望我也是这样 最后死的时候还在讲经 所以我想 我这样来回答徐居士的问题 哦 刚刚是不是提到那个一场题 哎 一场题 好 我们看一下啊 惨题是什么意思 极难成佛 就是断绝了成佛的善根 还有两种人 第一个 造了忤逆时 断绝善根 坠入无间地狱 这种人极难成佛 因为你所有的善根都断 有没有这种人啊 在法律上就说 如果这样的人是 无可堪能教化的判死刑 那什么叫做堪能教化 你说他有没有善根啊 有没有悔悟之心啊 我跟主委说 那些法官在破型的时候 大家都也怕死了 最后说哎 我参与我改轨 哎他说这个有可教化 其实他还是想活下去啊 他哪里有的羞耻廉耻之心 说我愿意怎么样 改过忏悔千善 NO SUT 喔喔喔 阿彌陀佛 惭愧忏悔 没这回事啊 一餐提卡 那另外是 真的发大悲心菩西心的菩萨 愿意在恶道之中不断来度众生 但是众生太多了 那难以度尽啊 但我们前面讲的是一产天 大概就是 这个 断绝各种善根 造武匿时候不信尹果 譬如我们说 那嘞 那现在还没有录音 没有 那走去美国 那叫什么人啊 王令玲 他爸爸叫什么 王佑珍 去美国啊那 那那 开札博人秀旧 花天酒地 那那 啊 花天酒地 那那 高尼 结果呢 有一次车祸 他太太开车 他太没事 王佑珍被丢出去 老僵并裂死掉 你说冥冥之中 没有因果吗 没有报应吗 在车子撞击的时候 发生车祸 怎么可能一个就是 擦伤轻微 一个就是抛出车外 这叫供业之中有别业啊 所以你所造的一切的业 这造成 你因果轮回的 事实 是这样 没有一个轮回的主体 那有时候我也在说 那些人在 做坏事都没报应 那不是没报应 是没 你没看到而已 时间还不够 时间还不够 那但是咧 壞人就是 坏人总是先吃香喝辣 吃酸的喝辣的 幸福快乐过三分之二生 是不是 你说王佑珍 他造成 有吗 有吗 对不对 死的母 好好好 好好好 要盖就好 大小儿子什么都在争 争妙产 不是争妙产 不是争妙产 讲错 争家产 好蜜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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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他都烦都烦死了 啊 哪一房最强势最厉害 啊 三房啊 三房不是那个JUGA路 那个 那个最厉害了 但是 目前看拔德头筹是二房的王文阳 但是这有什么意思 你已经很有钱了 你这一辈子都花不完 你再去 你给我一亿盖妙 我就很敢了 对不对 没有啊 那他们争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你烦恼的作祟 你他们是争钱吗 我看也不是 争夺利吗 权利吗 我看也不 不是 那这有什么意思啊 这个可以说是 个人一年 对 一年不好 对啊 你真的 几十亿美元 你你给我一亿美元 让我盖妙 付法安生 不是很大功德吗 啊 我就讲到这 好啦 大家不要再问我这些 谁敢在乎 不然这个 讲了就是 讲不完啊 最后给大家看这一产题 他就是 现在可以打开 ok ok 这个一产题就叫一千题卡 好 断绝善根 性根不具足 欲望很强 大滩 所谓的烧种是 燃烧了一切善良的 这种啊 种性 种子 燃烧 断绝一些善根 不能成佛 但是我们说啊 即使像 极恶之人 佛陀的堂弟 是谁啊 谁啊 嗯 提波达多 他最后死之前 还是 手去 举起来 好像 跟佛说的是什么 南摩佛还是什么的 即使他是假意的 但是他还是有 念了 这句 他就因为这样的善根 以后 可以成佛 所以说到底 到底有没有这种 断了 所有善根的人 没有啦 即恶之人 都会有那一丝不绝如履的 即维系 的善根 只是你日后要成就成佛 那不要千百劫后 好 就说到这 再来 第三诵 假使先有生 后有劳死者 不劳死有生 不生有劳死 我们看看他这个 他这是三四五颂何说啊 别破 第四诵 若先有劳死 而后有生者 事则为无因不生有劳死 第五诵 生极于劳死 不得一时共 生时则有死 事而具无因 好 这是什么意思呢 科判是说啊 讲这个 既送的宗旨 他说别破 别破什么呢 请看这个您 诸位的讲义 破 先有 生 因果别义 有没有 诸位有没有看到讲义 掉了 破先有生 然后因果别义 第二 破先有劳死 无因而有果 这是第二 第三 破 一时共 一无因 还有 破他香味 这是三种 这是他的 祭送的 纲药 可以不可以 好那我 讲一讲这个 他这个 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先有生 因果别义 这是什么意思 好根据祭送他是说啊 如果说 这个生 我们讲生和死 生如果是开始 死如果是终了 那么 就会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发生什么事呢 老汉死的生 而且 未死者 会出生 这个就是说 生如果被 看作啊 生命的起点 那就会看成无因而生 因为生命的起点 根本就是没有起点 无始无终 所以怎么会有一个生呢 那如果说 你说生 是起点 那他之前呢 谁造成了这个起点 那就是老汉死嘛 所以生老病死 一直不断轮回 到底哪个是起点 哪个是终点 你找不到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一送就是在讲这个 生老 生老病死 哪一个是起点 哪一个是终点 没有起点 没有起点 没有终点 好 那既然这个 屏幕的 刚要给诸位说了 再来 我们看一顺长老的解释 众生的生死啊 假死说 先有这个生 生他是假定啊 生是起点啊 而后渐渐的有老病死 請问 他说生老死 分离各自独立 有这回事吗 因为你说有 生是起点的 请看 如果你定了 生是起点 那终点是死的话 那么我可不可以往前推 这个生的起点是什么 造 怎么造成生的 造成生的就是死啊 那死应该是生的起点才对啊 但你这边又说是终点 这不是矛盾吗 所以他是无始无终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没有开始没有结束 你说老是起点吗 那他的终点是什么 是死吗 不对啊 这样子一直推论 都没有一个 完善的究竟 所以无始无终 好 诸位如果不知道 你只要记得这个 生命是无始无终的 他是 相续不停的 所以我们一直讲 心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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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一送 他最后 第三送 这个 吴鲁君教授他这样说 生和死在时间上次序 他说先生而后死 也就是生 在死之前 生是什么 开始 死是结束 第二先死后生 死是开始 生是结束 第三生死同时 这全部都不对 这全部都不对 生和死不可能同时发生 但是生和死之间有关系 那你说是先生而后死 先死而后生吗 也不对 那都是人定的 是我们定的 凡夫定的就一定对吗 凡夫定的就一定对吗 是很多 凡夫是很多的烦恼的 有凡夫的妄直 而妄议生死 而说有始有终 而说有始有终 不是这样子 所以在这一品 在这一送里面 这三个 他说生与死是有关联性 有连贯性 但是不能说哪个先哪个后 就是个别有自信 个别独立 那就错了 以禅宗 来说修行 在你没开悟之前 你都是在死啊 你怎么死 在各种形态的死 在各种形态的死 你开悟之后才使你法身活起来 所以以前这个在 广东啊 云门大觉禅寺 那佛元老和尚 他这个 都骂我们是死鬼 你这个鬼怎么还不死啊 那你不要以为他在骂人哦 他是说那你的烦恼心为什么不断绝啊 为什么你的法身不能起来 那长老在骂我们 我们就顶带受死 是是是 那他骂我们都是在加持 都是在开导 你不要以为真的骂你啊 有一个故事是说 有两个 千里 跑去 求法卷 希望 佛元老和尚赐给他 云门宗法卷 这两个人跪了很久 佛元老和尚说 叫门外这两个死鬼滚出去 我不想见他 就是这两个人 这两个都法师啊 一直跪着不走 那 看的知客师傅都不忍 就说哎 牢上 他跪很久啊 那这个要不要叫他们起来吃点东西啊 然后 这个第二天再来跟您求法什么 牢上就大骂 以前二组跟达摩祖师求法跪在雪地里面 几天几夜 还断臂求法 这点苦都吃不了求什么法 这什么死鬼啊 这死鬼还不死啊 哦 就是适者之客都不敢讲话了 但是 主委跟你讲 大家有没有跪过啊 跪很痛哎 很累哎 像跪了五六个小时 当然有时候 挨下去 然后又又跪起来 跪到晚上八九点 老儿上就对侍者说 叫门外那两个死鬼啊 给他们疗房住一住啊 给他们弄点吃的 让他们不要饿死 明天早上到方丈市来大鱼此具 大家听得懂 听不懂这什么意思 啊 他没有说要传法给他们 就说到方丈市来 大鱼此具 然后来 就是要传法 这法师眼泪都喷出来了 这老和尚有时候 度众生的慈悲守法 你看这真是 什么啊 没有人性 但是就是没有人性 才把你的烦恼能够打掉 你的法 佛性法身才会活 但是现在用这种招数 对待信徒 全部跑光光 是不是 骂个一两句 哎这师父不慈悲就跑 老和尚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什么都不怕 连死都不怕了 不来不来的拉倒 好 那 如果你们能够有这种心愿 何尝 修行不成 啊 好了 那多说了 那第三颂 是不是 好他是三四五颂和说 其实这种佛门中的故事 多得不可胜数 但是你要碰到真正 生死关头走过 彻悟过来的 老和尚 那真的是 可遇而不可求啊 你被他点化过一次 终身受用不尽 那我的运气 还有那么一点微薄的福分 遇到过这样的老上 那为了学天台教 里面一些问题 跑到美国 亲自去问 治海长老 九十几岁了 现在还活着 我说很想再去美国 再去请教人 现在疫情这么严重 啊 全世界受佛仅存一个天台中的老上 九十 九十 九十二九十三岁了 好 第四诵 第四诵是这样子的 他说如果啊 先有老死而后有生 他说 事则为无因不生有老死 这是什么意思呢 请看啊 如果说先有老死而后有生 就会遇上一种困难 这困难就是 老死的根据从哪里来 因为你老死他摆在第一个位置啊 老死就没有他生成的 我被生成的原因呢 我们知道老死是什么由生而来 但是如果老死当做什么 最初的开始 那这样怎么对呢 所以正常情况下 有生 之后才有老病死啊 对不对 如果没有生 也就没有老病死嘛 如果老死在前面 就没有了原因 没有了生的原因 就出现老死做结果 这是错的 所以这一诵 就是这个意思 先死而后生 先有老死而后有生 这个是不能成立 这是第四诵 仔细看这个啊 嗯 病常常把他 忽略掉 就是直接在老死 这可以 其实我们可以用之来修习 无常观 每个人都是 会老病死 我们为什么会悲伤 其实是由我们的贪烦恼而引致 我们为什么会难过 我们追根结底 就是希望 我们的亲人 能够永远长寿 其实这是一种 对亲情的 贪恋 我们知道法尔如是 这个运作 就是不断的生住一面 大家不断的老病死 才会生生不息啊 是不是 如果大家永远不老 无病不死 那 就没有生生不息的力量 那这个就会趋于停滞 趋于停滞 那才是真正的毁灭 那有一句俗语他就说如果说啊 老的人先死 而年轻的 成长 这是一句即将话 如果老的不死 年轻的就不能上来 不能啊 成先起后 那这样反而会造成 家庭家族真正的衰落 这是什么 有一句俗语叫什么 父在子先王 大家有没有听过 好给大家看一下负债值 他这个是4句的啊 诶 诶 怎么是父在母先王 看一下 啊 算了 不不不看啊 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刚刚说的是第四诵 第五诵 生疾于老死 不得一失贡 生死则有死 是恶聚无淫 那这一诵 理解上也 更的较为容易 我们看 生汉老死 会不会同时发生 不会嘛 生汉老死 不会同时发生 这就是上半诵 好下半诵 他说生死则有死 是恶聚无淫 那表示的是什么 如果 如果 这里生的时候 有死死的 时候有生 那就没有顺序了 生死会混淆 啊 提出这样生死 同时 同时 他是 都是讲生死 各自有自信 所以才能这两个病例嘛 其实他是不断的在产生 不断的在结束 他是轮转不休的 没有开始 没有结束 如果说生死同时 那生死之间就失去了相互间的因果关系 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 那就变成呢 二者是什么 各有自信 那就是无因而生啊 无因而有死 无因而有生 那时候怎么对 这不符合缘起啊 所以呢 在上山诵啊 龙树菩萨 依依否定 先生后死 先死后生 乃还有生死同时 那怎么样来理解生死呢 他说要用缘起之理 缘起的立场 来理解生和死 啊 生死 都是缘起而生 生死都没有自信啊 缘起不能独立存在 不能独立存在 但是因为凡夫的烦恼执着 使令我们对生死不能放下 而我们世俗的直见 会让我们对生死产生了既有的见解 而不能超越 我举一个例子 佛门中的孝顺 跟儒家思想所讲的孝顺 这完全是不同境界 佛门中所讲的孝顺是什么 如果诸位有读地藏经的话 就会知道 使令自己的父母亲六亲眷属啊 能够超 托 三二道 乃至呢 杜托他们 令出轮回 这才是真正的孝道 而你去读论语 他说的孝是什么 有几项 那样生送食 然后呢 顺乎心意 然后呢 照顾父母的衣食 起居 说是父母在不远游 游笔游方 等等这些 有没有讲到使令父母亲 超出轮回 或是呢 调服烦恼 真正的这才真正的孝顺啊 有没有 没有嘛 没有嘛 所以佛法讲的孝啊 不同于一般所讲的孝 这个有一个故事 以前都讲过 五祖红忍大师怎么对待他妈妈的尸体 有没有讲过 有没有听过 有吼 那这个他对待他妈妈的尸体 他的这个 寺院的僧人跑掉一半 说是个不孝顺 但是他是在消杀妈妈的业障啊 他妈妈才能往生散道 要不然他妈妈因为过去的业障所迁 虽然生下五祖红人 但是究竟来说二业已经什么 成熟了 堕入三二道 他用这种方式来杜托母亲 我身为出家人 应该要做这样的事情啊 佛法中所说的孝道是这样 好 好 就讲到这 这个是要有修行的观念 还有基础 要不然笑一番愚夫愚妇 然后呢 后葬 然后呢 四十九日大做佛事 这都是 这都是无畏的 好再来 4.5 快五分 我们再讲 第六宋 来请看 所以三四五三宋讲完了 好 结则是第六宋 就是 这一宋呢 是 三四五三宋的 结论 他说什么 若使出共后 世界不然者 何故而戏论 未有生老死 好这个意思是说 这意思是说 出 是刚刚前面讲的 先生而后死 后 指的是先死而后生 共 是指生死同时 所以若使出后共 好 这三种情形 都不成立 不能解释 为什么会有生死的问题 产生 生死的情况 因为 这三种 先生 不论先生后死 先死后生 乃至生死同时 都是有自信 但我们说生死是缘起 是没有自信 所以我们不应该啊 用种种的解释 细论 或说明 等等的 例论来解释 生死的问题 乃至相生死概念化 或是自信化 甚至呢 这个人往生后不断的炒作 不断的消费 甚至不断的什么 神格化 这都是无谓的啊 所以我们不应该将这个 初中后这三个说给他赋予有自信 这是错误的啊 那这样不符合缘起之力 那他们之间的关联性也被破坏 好这是第六宋 好剩下第七宋第八宋 待会叫和说 好 那我们再休息五分钟啊 五分钟后 请大家准时回来啊 我们今天还要再讲什么 下一瓶 关苦瓶啊 好 休息五分钟 刚刚有谁这样叹一口气 啊怎么了 ok ok 还还不用还不用 这个 这个 我跟朱卫说 我白天 都不出门 都是在我的金色 那在我的金色做什么呢 啊不是睡觉啊 读书 关心 观察自己的心 做一些事情 专心的做一些小事情 就是说 妈桌子啊 点灯啊 添油啊 这每一分动作 都很专心 这是在修指观 洗碗 专心的洗 然后即使是这样自我训练 我还是觉得 这样静静盛围 我真的是想要抛弃一切啊 到印度的深山或者中南山去独修 就是要找到 这颗心 你要说找到这颗心的什么 如来藏 恒沙佛法佛性也好 或是找到自己的自信 而这个自信不是这个 自信啊 这自信是说我们的佛性啊 想要这样闭关专修 嗯 这样禅修 有一个台大小弟弟来献花 我就教他怎么献花 我说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想法都必须很专心 然后献上去 然后每 每一个动作都很清楚明白 他说 这种太难了 他说他们都很多的杂念 很多的思虑 甚至做事心不在焉 现在我说你把这些烦恼妄想全部放掉 就专心的来献花 注意你的每一个动作 这是深念处啊 知道不知道 做不来 所以说 请问一个问题 哦哦哦 谈到主观 那主跟观 应该要先主跟观 对 那 到某一个程度 主跟观是否同时 是 所以说在进座的时候 我们认识 最后变成观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子变成观 是 主明好 主道 主的程度 子观合一 子即是观 官即是子 这是元盾的 元隆的 一念即三子 三观三地 这是天台中的 元盾 子观 但是这个很难 凡夫的妄想 烦恼太多 所以你必须要先只成就 就说最少最少 你能看得见烦恼 能调伏住 你还在修观 所以 所以 这个子跟观 刚 就是 依隆明 出血的阶段来讲 这个应该是分开 对 要分开 但是 很难的是说 当你在指的时候 当你在指的时候 你要不要 呈现那个灌出来 就要会观的话 这个 有时候会 这不容易 对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 没办法是很正切的一个 是 没错 我在自己独居的时候 即使要专心的做某些事情 有时候心力就是 会 不集中 那么一点点 比如说我在倒那个油灯的油啊 如果你心力很集中 不是全身僵硬啊 是心力集中 那油灯的油 就会倒的恰到好处 那这时候要是 一个电话 想想 我突然手就 这样一下 油就到少了或到多了 那时候我就合则自己 啊 是这么久 心力还是不集中 这都是要经过长时间 这样的训练 甚至我教导信徒 我说洗碗也是修止观 是修行 他就说搞不懂 我说 诸位怎么洗碗 他说 就里面这样洗洗 洗洗 我说 洗里面 外面不用洗 我说这是修行的 他说 蛤 洗碗底 又要什么修什么行 我说你洗澡 是不是只洗外面的皮肤啊 这个 皮肤有什么好洗的啊 内心的烦恼不洗掉 才是有问题 信徒说疼不 那怎么办 那我只好告诉他们 好了洗洗筷子的时候 那筷子哪边是头哪边是尾 嗯 你这个话很有残意 所以两边都是头两边都是尾 两边都不是头两边都不是尾 对不对 所以都要好好的洗干净 那信徒只洗 那信徒只洗 这个 那地的那个 那地方 那个什么 尖端的地方 我说为什么上面不行 那上面也没有油啊 我说 你的心有分内外哦 我说疼不 我说 这就交不来 这个 这个很乖 因为 我想 我想如果要 如果要 了解这个的话 在佛写里面 也要有一个词 才会了解 众主说有学佛的话 也不一定 会了解 我没有跟他们讲很多佛学理论 就说 洗碗盘 就是 内外 每个边边角角 都不放过 都要洗干净 他们就是不听啊 他说 这有用到的就洗 没用到的是没有油 不用洗 那我就说 今天你吃饭 今天要吃 今天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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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师傅你怎么这样讲 你在骂我 我说 废话 不骂你骂谁 大家觉得我这样讲 有没有道理 但信徒就交不来啊 徐居士你有什么看法 啊 就交不来啊 他没有要解释 讲的我嘴皮都破掉了 还是不懂 啊这种就 以前我会骂 现在不骂 我知道 这个是个人因缘 那怎么办呢 善根不具足 会力不强 那怎么办 证据是 你觉得呢 我觉得 真的是 要由他自己内心 哪一天 他自己发觉说 应该是 好 我跟你 我跟主委说 就福报不够 福报不够 然后善根 就发不起来 他要多修复吧 对对对 要消业长 要修复吧 但是我们一般的寺院啊 都太强调这个了 那这又不对 有适当的 忏悔 消业障 赔福 是为了帮助 你要有 善根增长啊 智慧增长啊 是这样有目的的 这样 有次序的这样修行啊 那我说 好了好了 你们就来 金色多多的 贡花贡水果 扫扫地 也不来 那这种都不来 我就说 我就在群组当面骂 你们连修复报都懒惰 那堕三恶道 师父不救你们 他说师父各位美朗 师父 他说师父起烦恼 照顾 我看到这个 有什么去录拼 我去录路了 好 这笑话讲完 有没有问题 师父 这个是不是能够说 这是阴影 阴影的问题 他没有这个颜文 有些朋友 听到说 你要消业障 要修復的話,這個馬上就 馬上就打退啊 訪問,訪問會跟你說,你不要講這些 所以你講到活影的話 這個,這個就,就會起 所以,是不是就是 除了他們個人的因緣善根或福報不具足 老實說 身為所法師的自己 也要負一些責任 即便是像佛這樣大能 他也有無法度到的眾生 像老太婆,怎麼樣都不見佛 對不對,佛化身 四面八方,都圍住他 他乾脆蹲下去這樣 就是不看佛 但是他畢竟有聽到了,種下那一絲 的善根 那這一絲的善根日後什麼時候成熟 不知道 那看他自己 好 我們繼續齁,七八送 這一品蠻短的 諸所有因果,相極可相法,受極受責等,所有一切法 這還是要鬥號 這還是要鬥號 非但於生死 本祭不可得 如是一切法 本祭 皆亦無 好 這什麼意思呢 一切所有的因果 還有這個 相 和可相 什麼是相和可相 什麼是相和可相 相和可相 也就是說 一切諸法 所呈現 的形 形象 和 由這個形象 所發出的 作用 這一切諸法 則稱為相和可相 那麼因果呢 一切的因果 就是 原因和 結果 你不能說 不能說先有因後有果 或是果 或是果中有因 或是因果同時 這些全部都是要用 源起之理來說 而有成立因果之法 因果之理 為什麼要說用源起之理來說明 成立業果因果之理呢 好 我舉個例子來給大家說 一個橘子的紫 好 種在 沙子裡頭 這個沙子既沒有水分也沒有養分 不是土啊 也沒有陽光沒有空氣沒有水 請問 這個橘子的紫能不能生根發芽 沒有辦法 倘若 橘子的紫 種到土壤裡頭 給他陽光空氣水 養分 所以這個主因是橘子的紫 助緣呢 就是這些陽光空氣水養分 最後他才能生長出來 然後變成橘子樹然後結滿橘子 這是成 這是最後成立果 所以 因果 業果的道理還是要依據源起 是不是 啊 所以按照 宋文 所有的因果還有像和可像 受和受者 受是什麼 內心的納受領受 受者呢 內心 納受領受的主體 就是稱為受者 這些 一切 諸法 都沒有 什麼 本 即可得 都是 源起 沒有死 終 沒有死 沒有終 啊 所以以上所說的一切諸法 還有生死啊 都沒有本即可得 無死無終 這才符合源起之理 白話解釋這兩宋 全部講完了 那最後看看英順長老的 解說 英順長老他這裡說啊 從時間上考察 一切沒有本即 諸法幻化 三世流轉 似乎有他原始 但是求他真實 很大問題 這是第1個 第2個 遮止和破斥 外道他認為 執著 諸法有他的 實際性 實際存在 那麼 龍樹菩薩認為 你說一切諸法都 什麼 有實際性 就是他有自信 就像以英國來說 不可能英國同時如果有 有自信 英國個別獨立那英國如果同時呢 他說不可能發生 這是 遮止和破斥外道所說的 諸法有 自信 最後 來給大家說明 顯發的是 元起信空 這些都是相對相待 假名而有 相對相待 假名而有 好 這是 關本祭品 完整的跟諸位 傳送 講到這個 相對相待 之後想起 天台的 七種惡地啊 這真是真是難啊 從始有惡地到患有惡地到 別入通 元入通惡地到別教惡地 別入圓 別入圓惡地和元教惡地 又是彈宗又是不彈宗之禮 中國佛學比印度佛學深奧太多 我這是附帶一題 好 關本祭品 把他送 詳細解說 有沒有問題 好主位有沒有要提出討論 嗯 ok 好 那我們就下一瓶啊 就下一瓶好不好 下一瓶 關苦品 這裡啊 的這個 中論裡面講的苦 到底是什麼苦 我們說苦啊 有三種 哪三種苦 就 四帝法中的 苦地 或是 苦聖地 他說的苦 有哪三種 好 說的好 那 在接下來 什麼是苦苦 什麼是壞苦 什麼是行苦 而佛法的重心主要講的 是要滅除 哪一種苦 哪一種苦 好 那個別解說 什麼是苦苦 這個 不僅是 諸位的問題啊 很多出家法師也是 名詞都解釋不清楚 什麼是苦苦 為什麼兩個苦連在一起 苦苦 有一個在家居是說 人生已經很苦啊 所以要及時行樂 但他這個樂還是苦啊 他這個樂 暫時的 而且這個 你講的實在太對了 是暫時的 而且是色身 對 色身的瘦 你這個熱瘦也是苦啊 很難得到 又很容易失去 有人說 天子忽來不上傳 自稱城市九中仙 知不知道我在講什麼詩啊 李白的影中八仙歌 但他真正喝了酒以後 這樣子醉醺醺的 就死了 那他真的解脫他的苦了嗎 沒有啊 知不知道我在談什麼詩 證據是有沒有讀過影中八仙歌 還是聽都沒有 我們看 影中八仙歌 我講的就是在這裡啊 天子忽來不上傳 自稱城市九中仙 這是描述李白的 還有 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陸頂王宮前 輝豪落子如雲煙 那這是呢 說 張旭草聖草書裡面的 這個 發明草書的是吧 張旭 好 影中八仙是哪 哪幾個人呢 知不知道 好 是附帶一題啊 稍微講一下 賀之章 還有魯陽王李靖 李氏之崔宗之 蘇靖 李白張旭 交稅 八個人 然後這影中八仙歌就是描述這八個人 好 即便像他們似乎像神仙一般的人物 這樣喝酒 飲酒作樂 有人在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啊 他們不只喝酒 還吃一種傘 叫五十傘 然後呢 吃這個傘呢 其實大概就是像一種 呵呵 大概就是這樣注射蘇斯康拉卡這樣 欸他們覺得飄飄欲仙 就開始講 講三弦啊 三弦是什麼 對對對對對 老莊周易嘛 然後那一邊說的時候 一邊飄飄懶然後呢拿斧塵在那邊修來修去 對不對 他真正有解脫嗎 煩惱的解脫嗎 沒有 他是麻痹心智 這佛法講的 是實際的滅苦之道 調伏 去除 苦的根源是什麼 苦其實是果啊 苦的根源是什麼 就是我們有煩惱 那我們為什麼有煩惱因為我們有我值 因為有我值而有煩惱 產生新所法的各種煩惱充塞於 三界九地之中 那我們要發現 那我們要發現調伏 這才是真正的滅苦之道啊 所以苦滅聖地 修道然後來滅苦 是不是 好那現在我們講 什麼是苦苦 這個要 講這個什麼 官苦品 那當然要先講什麼是苦囉 苦苦是什麼意思 身心的 所受的苦 這是最 最基本的苦 這還不是苦的本質啊 什麼是身心的苦 得不到 你就生氣 愛不到 你就什麼 垂心肝 對不對 棋子罵你一句 你就生氣 把他砍個幾十刀 報紙上報的 對不對 所以說 你自己的身心本來就有煩惱 然後呢你受到這些外在的飢渴 疾病風雨勞裕寒熱刀杖或是種種讓你 身心 不得安 安寧的這種 刺激 可是苦苦 但是有修行的人呢 他內在煩惱止息了 他這些 疾可疾病風雨勞裕寒熱刀杖他會不會覺得苦 不會 他心不瘦 這個很難啊 這這時我想起那個孟參佬 他出家第19年的時候從西藏回到 中國內地 就被打成黑五類 然後呢 他 坐了坐牢33年啊 對 然後下放勞改 他說好幾次他想自殺 他要自殺的時候說有人就拖住他的腳 然後官司英弗沙現前 他就說那我好像以後還有獎金的機會那那我不能死 那時候就是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你看 中國共肥 你這樣子 這樣子 全面的消 消滅中華文化 到現在恢復不過來 好 1982年終於文革過去了 孟參佬上 孟參佬上 終於被平反 那 你只有平反大家 你為什麼不道歉啊 就不道歉 好平反以後他回 中國北京佛 中國佛學院教書 開始了他 60幾歲開始他的 紅髮生涯 一直到102歲 一般人早就多少的 出家人在10年文革都自殺了 對 別的不再提了 這是苦苦 好 使令你一切得不到順遂的 順心的 順乎己意的 身體的痛苦 不悅意的 不適心的 這是很為苦苦 好這是苦苦啊 再來講 既然講苦苦那就要講壞苦 什麼是壞苦 好 諸可亦之勒受法 生時為樂 壞時逼腦身心 這個還是有一點 講的不夠 我們講壞苦 來來來 不是不是不是 那個還是苦苦 那還是苦苦啊 這壞苦是怎樣 不管是自己的身體也好 外在的山河大地也好 這些地水火風元素的 轉換崩潔 稱之為壞苦 這是一個 另外 順從你己意的 或是 使令你呢 身心逼腦的 這些 這是壞苦 好這就是有 舉一個例子來說啊 例如說我們喝可樂 哎呀這一杯可樂 喝的時候很高興 喝完了 哎呀怎麼喝完了呢 哎呀我好想再喝 這為什麼就沒有了呢 然後就是不高興 這個就叫做什麼 這就叫做什麼 既是壞苦又是苦苦 對不對 是不是啊因為可樂 一杯 喝到沒有啊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變化了嘛 是不是 然後使令自己的身心有樂意 又有什麼 迴逆 這就壞苦啊 可不可以 再來 醒苦 醒苦才是苦勝地中最主要 他說 這這坦白說這是佛法的基本意理 但是講這個 很多人還是聽不懂 他說你講多這麼這麼多苦 那我不要來信佛教我乾脆去信上帝 我跟他祷告的時候 上帝的什麼 聖子聖靈聖父三位一體 的真神啊 給我加持啊 不是給我加持 加持是佛法說吧 給我聖光 意愛 所以我的聖靈充滿心中 我就瞬間我有了光亮 我覺得上帝啊 這一切的喜樂充塞我的內心之中 我最後 願意當上帝的 羔羊然後我要 往生天國 是不是 這是什麼意思啊 他說這個佛法都是講苦 我還要自己修 上帝把一切的罪惡他都背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現在 天主教基督教 全世界人口最多 信仰人口最多 大家知道多少人嗎 24億啊 好 我們看什麼叫辛苦 行就是千流變化 一切諸法千流變化 然後他這樣千流變化你拿他完全沒有辦法 無剎那安穩 這千流變化 諸法 無常的這樣千流變化 你就感覺到啊內心痛苦 這有分兩種 見到諸法的千流變化 而感到逼腦 第二 事物的承住壞空 覺得不能長存 逼腦你 這成為辛苦 例如說 壽命 為什麼我們 不可以永遠 不老不病不死呢 為什麼我的太太 沒有像年輕二十幾歲那樣的 年輕美貌 嬌柔 嬌媚 現在變黃臉婆 永遠都二十幾歲那樣 三十幾歲那樣 那不是更好嗎 看到這樣的 變化 受到逼腦 這個其實是在我們內心的事情 這稱之為辛苦 而其他的什麼八苦那就 更粗淺了那就不說了 知道八苦是哪八苦 神老病死 然後 願真會愛別禮求福德五英吃勝 還有很多很多的苦 全部都是由這三苦八苦說 形成的 好 這些苦 跟諸位介紹聊 好 那我們觀察這個苦 然後呢 認識這個苦 使令你知道這個苦 這個是 生命的 生命的本質啊 本義啊 本義啊 這是一個 審時不虛的道理 所以我們稱之為苦聖地 我們為什麼會產生苦呢 那就是 我們有煩惱啊 那煩惱之產生是在於我們的我之啊 所以我們要先調伏煩惱 所以我們要先調伏煩惱 啊不是講錯了 先要 認識煩惱 而後發現 而後 修行用方法調伏 最後斷除 所以才有苦 擊滅到這四聖地嘛 苦是什麼 苦的果 苦的豹 哦 苦的本身 即呢 苦 產生苦的根源 到呢 滅苦的方法 滅呢 修道 而後 產生的結果 就是什麼 滅盤 一切煩惱的擊滅 對不對 所以觀察這個苦 認識這個苦 了解這個苦最後 修行調伏這個苦斷除這個苦 這是觀苦品的重點 佛法是 實際的 他絕對不會講 這個 絕對不會唱高調 也不會說 啊你把一切的罪過都歸於上帝啊 上帝幫你扛了 啊 所以你只要專心的信上帝 那你最後就是一定會 往生天國 因為上帝都幫你扛了 對不對 他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流的血洗清了你一切的罪惡 對不對 這麼便宜 這麼好 這不符合英國之力 不是 好 這個 題目解釋到這裡 有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 這個 在諸位講義裡面的這個 引言呢 我通通都說明了 苦生起之音 我也講過了啊 佛法源起之說 我也說過了 那印度的外道說 這個是沒有講的 給大家回去看 那我稍微念一下好了 印度人說到 找到沒有 生死與萬有的生神是有主張發生的 有主張造作 如將人造作事物叫做做 本來有共同的意義 種子生涯 叫做生 生與作 本來有共同的意義 但在這個間諜上 視作與視生的意義可以有點不同 人格的造作說是 視作 哪視作呢 他說是對於啊 生命當體是 我是生命的本質 是身心的主宰者 我是本有的 至於身心 苦果婆羅門 學者說 有幾個 有四個哈 第一 是從我本性中開發出來的 是我自己做的 第二 大自在天修一種苦行創造事件 所以是他做 一種是製作 他做 再來呢 一男一女合和而產生一切眾生 這是共作 好 最後一切法無陰無緣偶然 這叫無因作 這其實你看他是 不管製作他做共作無因作 這四個脈絡都是 各自獨立的 那引這四件事情來說明製作他做共作無因作 其實 你看他引的例子 這脈絡性都不一致 所以呢製作他做共作無因作 也是有問題 好 這是從啊 就人格的造作來說 還有法的作者說 製作 五因的字體能生五因 製作 前因作後因 後因易於前因是他做 或前因引發後因 後因才從自己申請 共作 說不出 說不出 所以然 後因是自然而有 是無因作 他說這些 見解全部都是顛倒 依照緣起中道之力 這是錯誤 好 既然這個 他說苦果的事作 也跟諸位說了 不自作 不他作 不共作 不無因作 所以苦果 非是作 最後我們來看 這些全部都講了 然後 破除 自他 惡者的作 破製作 第1頌第2頌來給周衛講 在 來我們看 第1頌是什麼 自作吉他做共作無因作 如是說諸苦 如果 則不然 大家看到這4種作 剛剛前面已經給諸位念過了 看到這4種作大家能不能想到 第1品 講的4種生 對不對 剛剛前面不是講 兩種作嗎 一種是就人格 上面的來說一種就什麼 法體的來說兩種 兩類的作 但是都是自作他做共作無因作和第1品的自生他生共生無因生不是相同嗎 是不是 好 在第1頌總破是4座 4種作都不能成立 好 第1頌 是他 4種作都不能成立 等於 等於就是說他先建立自己的中心思想 接下來第2頌 接下來第2頌才是分別來破除 一個一個來做論述 你可不可以 好 請看第2頌 苦若製作者 這一頌是在破製作啊 苦若製作者 苦若製作者 則不從原生 應有此因故 而有彼因生 好 在諸位講義里面的科判他說 這裡啊重點 別破 別破底下又分 破製作 還有破他做 是不是 那現在這裡先破製作 使令你明白 法不製作 也就是說啊 諸法的生起不會自己造作 不會自己無因而生啊 他已經是代因緣而生了 是不是 同樣的 苦 苦果會不會自己造作自己生起 會不會 不會嗎 一定是有因有緣嗎 他說如果是自己造作自己生起 他說就不是從原生的 好這是上半送 這時候想起一個例子 剛好可以 就上半送來做一個 對應 這個 我們說這一年快過去了 其實這一年的年初呢 過年的時候初九不是要摘天嗎 拜 拜天公 我就準備了幾道菜 晚上十二點開始敲打唱念拜天公 但是我那是我那金色是公寓哦 就晚上十二點敲打唱念 即使我聲音很小他們還是覺得 會聽到 就我正在拜正在念的時候 兩個年輕小伙子警察來了 師傅 歐彌陀佛 我說幹什麼 他沒講話 師傅歐彌陀佛 他一直跟我歐彌陀佛 我說好了好了我知道 我一年才做一次災天 你們來這邊囉嗦什麼 他們還是說 師傅對不起歐彌陀佛 我說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那我也知道是誰去弄我的 因為我的金色樓上就有一戶人家 曾經很沒禮貌的來跟我說 哎和尚 你不要放佛號啊 我很討厭聽佛號 他說你那佛號啊都會讓我弄的不能睡覺 我說我這佛號很小聲哎 他不到30分貝 他說我就是不想聽 你不要 你不要放 那你要來跟我強硬我也來跟你耍嘴皮子啊 我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看電視 電視聲音很大聲的打擾我打坐 我說你為什麼說我不能 看電視我說你聲音很大聲啊 他說我每天都要看電視啊 他說那我每天也要放佛號哦 哎就你可以看電視我就不能放佛號這什麼道理 那我們去社區調節委員會找里長來一下 對方說哎你 我說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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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說好你給我記得 我只是被樓上的弄 後來我就去找里長哦 他幫我忙 他說他們樓上有一個 老太太 行動不便 他說他去 幫我替他居家關懷一下 就里里長就真的去關懷他們家 成心的關懷你們家老的啊有沒有什麼醫療需要啊 這個生 這個生活起居順不順啊 平常里長八竿子都不會來關心的 今天你突然來 這一定是樓下的那個 那個腓西腓上的把我 躺在的 哎這樣弄了一次以後 我先講啊 我沒有要去對他怎麼樣啊 從此以後他就不來跟我囉哩囉嗦 就說大家互相尊重啊 我一年才一次摘天 我也有放我的佛號 我也不敲打仗 啊 放鞭炮他不敢去弄啊他再來弄我啊 他就 看我是和善好像好欺負啊 他說你不要放佛號我就是討厭聽 我說那你不要看電視我我沒在看電視 他說你怎麼可以叫我不可以看電視 那我說你怎麼可以叫我不可以放佛號 他的頭腦突然不清楚所以我跟諸位說 學中論的好處就是你變吵架王 非常好 沒有我亂講的啦 就是你頭腦會清楚 口才會變好 大家想一想這個對不對吧 哪有說你電視聲音放那麼大聲 啊我放個佛號你就要來跟我囉嗦 啊不算了算了算了 人家沒善根也不要說他有夜暢重 自從這樣一次以後 他就不再來跟我囉嗦了 那你不來囉嗦那我也不去管你電視聲音放多大聲 反正我們門一關 我也聽不見 對不對 班長覺得 世間人你要跟他講道理是 幾乎沒有可能 那你要跟他說緣起之旅 或者是 因果善惡 他不會聽的 他只有問題發生的時候他頭痛一頭 腳痛一腳 百分之九十九的4000人都是這樣 你跟他好好講道理沒有用 只有說訴諸於公權力 他才會 有敬畏之心 這是世間法的運用啊 好 我就先講到這 所以 第2宋 破製作 他說苦 絕對不是 我是說他的意思 苦絕對不是自己造作出來了 他絕對是因緣所生 這是上半宋 下半宋呢 是說是什麼呢 下半宋呢 下半宋說 這個五陰 就是色受想形式啊 色受想形式 這五陰 產生了 才會有 彼陰 產生 這什麼叫做 因由此 因故 而有彼陰生呢 好 苦痛煩惱的 深層 是 元祈法 因緣生 而五陰 的產生 也是 因緣生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們之間啊 上一個五陰的產生 和下一個五陰的產生 都有 元祈的 相續性 那這是符合元祈 哇 這五陰不具有自信 而是說他們前後之間他們有他的什麼 關聯性 連接性 而不是說這兩個五陰啊 是個別獨立的 所以要從元祈的角度去了解五陰 就好像一切諸法 他不會自己生起 不會自己造作 都是從因緣而生 好 所以這個苦也是因緣生 五陰 也是因緣生 好這是第二宋 的主要宗子 好這兩宋跟主委講啊 那應順長老 他還有分析 他說 像第一個A 苦若製作 就失去因緣之意 所以呢 就此來講 因中有果 是錯的 果中有因 也不對 因果同時 更是錯 再來 此五陰 從前五陰說 他其實是元祈法 不能說是自信而生 所以呢 上半宋是破除 苦 苦的製作 其實苦的產生是因緣生 下半宋講的是 五陰 上一刻和下一刻 相續的生成是因緣生 好 這是 觀苦品的 第二宋 那我們今天 講了十宋 講完一品 判十個宋 下周 從 第三宋 開始 怎麼了 下周從觀苦品的 第三宋開始 那麼 那 我跟諸位報告一下 12月19號啊 我可能 盡量給諸位找 代客的法師 因為21號 似乎 南陵金社有第3次廣教界 我要去參加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啊 或許會有取消或是怎麼樣 還不知道 21號 南陵金社廣教界 那在 南投 浦里 那 如果我還找不到代客法師那 19號我們 那 我們就自依髮型 用佛門用 那或是 班長來帶一次研討也可以 帶大家研討 培養 培養你的才德能力 對不對 這聽了這麼多 那應該 有一些 大集會 大集會 決定什麼還沒決定呢 好那就先跟諸位說到這 好 向下文長賦予來日 好請合掌 願意 願意此功德 願意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這個 尤其功德 十二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